歡迎大家回來第157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鈴鐺 另外comment like and share 追蹤我本人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我們可以作出多些交流 我會不時補充一些忘記說 或是事後再找回的資料 今集我們要回到中段的話題 就是田中倦代的電影 我們之前講了田中倦代導演的第一部電影《戀文》 將他和小春安二郎的《風中的母雞》作了一個比較 很有趣的是田中倦代的第二部電影《1955年》的《月星物語》 在《戀文》的三年後再次導演的電影 竟然是小春安二郎和他寫劇本 不過並不是他一個人寫的 還有一個叫齋藤良富的人和他寫劇本 這個劇本已經寫在這裡 但小春沒有拍到 給了他拍 還是什麼情況下 我沒有人找到任何資料 因為小春也有時會寫劇本 還有他用很多不同的筆名 所以在找不到資料的情況下 我們也沒有必要作任何的猜測 當然你會說小春基本上去到1955年 他已經是一個很風格化的導演 即是他那種無論是對故事的題材 結構 或者他拍攝的語言等等 幾乎都已經是建立得很好 自成一家的格式或風格 所以你說他寫的劇本自然難免 是多多少少帶有很濃厚的所謂的小春風 田中卷拿著這個劇本在手 到底怎樣拍呢 是否拍成小春安二郎式的電影 這是我覺得越星蜜語最堪患的地方 題材上高 其實這個劇本很有小春風格 因為都是講三名女性的 到最後婚姻的問題 就是三個女性最後都要 怎樣去選擇她的配偶 要不要結婚 又或者要不要重婚 怎樣去找到她的所謂the right man 即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是一個三姊妹的故事 或者要再講一講 故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發生在內良市 內良是有一個歷史的傳統 因為在710到794的90多年間 80多年間 其實就是屬於當時的聖母天王的首都 而且在這一段期間 發生了對佛教的風氣 所以那些佛教的文化 在內良被稱為天平文化 因為聖母天王的皇號 那一開始就是一連串的空鏡 很類似小樽式的空鏡 但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小樽的空鏡當然有它的特色 其中一個特色是 他當然很注重那種構圖 它的構圖未必是正式的 不是很對稱的構圖 而是他很著重線條 橫直的線條 無論是很長的 很橫直的煙通 或者是火車 即是Horizontal的火車 前景和遠景的對比 甚至他在一些地方放一兩個瓶 都好像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所以我經常都在笑 對小樽來說 其實這種構圖 因為是他的標誌 是他的象徵 是他的標誌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人好像一些道具 他這樣擺 總之擺好位置後 他在想哪裏擺個瓶 哪裏擺個茶 杯 哪裏有擺個碗 就是這樣 當然 一定要說 小樽對這個形式 掌握就很閒熟 而且的確是很上心悅目 甚至你會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 那樣的 譬如開始 這個 《月星物語》 那一組的 空鏡的 Montage 他一直說 城市 見到很多 遠處 甚至有些廟 然後一直咳 其實是咳入一個廟 那裏 其實是進行一些 悼念的儀式 就是在唱頌著一些 都應該是佛教的 一個這樣的 chance 但是 田中卷台當然 不會去根根計較 那種小樽式的構圖 雖然沒有避免 這些空鏡 都多了一點 因為你一開始 已經看到小樽的名字 都會聯想起 一些小樽 的味道 但是其中一件事 他就 有一個鏡頭很有趣的 就是拍著一些錄 應該就是 內良市最出名的 就是很多錄 好像 我不敢肯定 好像那些錄 都是蠻自由的 在很多公園 都很自由 讓他們生存 然後 這個戲主要是講 淺井家 粒字重做過 爸爸 他有三個女兒 大女兒 老公死了 叫做千學 二女兒 到了適婚的年齡 差不多二十五六歲 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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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整個戲 牽引著所有劇情 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叫做截子 他主要是講 千學 有個 她的老公 小孩 叫做乳公 公是公殿的公 來了內良 其實她也是 因為 完成了一個 商業的買賣 生意 她就來了內良 住了 逗留幾天 然後再回東京 在這個 這個 寺院裏面 就住了 他們另外一個 好朋友 其實 她的老公 她的弟弟 很多其他男生 都是在內良讀書 整班都是好朋友 她的名字叫做倡義 倡義本身是一個代業青年 還在找工作 所以暫住在寺廟 和淺野這家人很熟絡 故事其實是講 這三姊妹 因為 折子是一個最 跳皮 亦都是最 怎樣說 其實她已經到了一個 私春的年齡 當然 她自己初頭都不知道 她其實很喜歡 和倡義在一起 因為大家的年紀比較合 倡義應該大 她大概是四五年 是比她成熟 但是她初頭都不知道自己對倡義 其實是 產生了一種傾慕 甚至一種依賴性 她見到這個羽公來的時候 她就覺得羽公很正 而又知道羽公原來 其實是看著他們大的 而且在言談之間 羽公經常說起寧子 即是說起姨姐姐 她立即感受到 是否羽公很喜歡我姐姐 但因為寧子到了適分的年齡 她的姨姐 就開始介紹一些 相親的對象給她 但寧子基本上都有點抗拒 尤其是第一個相親的人 又肥 又有少許禿頭 就是這樣 就變成了 捷子擔當了一個洪梁的角色 想怎樣呢 盡量給多些機會 把羽公和寧子拉在一起 她想了一個方法 而且她也知道 羽公很快要回去東京 但寧子一直都很冷淡 好像對羽公不太感興趣 跟她講開都好像 有一句 答一句抹一句 折子就想了兩個方法 然後叫那個伯仁 叫她一個女傭 就假裝告訴寧子 說羽公打電話來想約你 在那一晚 剛剛那一晚是月圓之夜 就去這個公園見面 然後她用同樣的方法 又假冒寧子的名義 又約羽公出來 希望她們兩個人 製造一個很Romantic的氣氛下 互相表達愛意 中間其實是產生幾有趣的誤會 又或者是錯摸 結果真的把她們兩個 撮合在一起 然後那個時刻 中間也是得到倡議的同意 和鼓舞的 當她們撮合了她們的恩緣之後 然後折子才發現 原來她對倡議都產生了一種感情 其實這些都不用表達 似乎大家都有一種心有靈犀 與此同時倡議又在找工作 她又找到工作在東京 所以折子滿懷希望 希望倡議可以帶她去東京 因為她都覺得內力很悶 經常想出去帶城市闖牙 誰知道倡議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和很有正義感的人 因為她其中另一個同學 家庭環境不太好 媽媽有病 有失業 很急於需要一份工作 所以這份工作倡議找到之後 竟然雙手贈送給同學 戒指聽到很猛 而且她的想法比較狹窄 也比較不成熟 就怪責倡議 覺得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好的機會 你竟然可以拱手襄揚 她說你有沒有想過我呢 誰知道倡議就曉耳大意 而是相當嚴厲 結果兩個人吵架 經過一個衝突 如何達至一個和解 到最後第二段因緣 也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到最後就是遷學 其實中間還有一個 他們的老朋友 也是單身的 年紀跟他老公差不多 這兩段因緣 亦都在這兩段因緣裏面 起了少少作用 和是老的身份 到最後就是 粒字仲 向大女 作出一個暗示 你是不是都應該考慮結婚呢 以及是不是這個 這個男生 都是你一個比較適合的對象呢 所以整個戲就好像小津的戲 都是講一些女兒家 要出嫁的問題 但是正如我所講 田中眷代始終都不是小津安二郎 我甚至覺得 他很刻意地把小津安二郎這個劇本 是拍到 雖然有少少想起小津 但是實際上是相當不小津 而且你也看到 他拍到小津 我覺得是拍不到的一些味道 這是什麼呢 我們留在第二次再講 小津安二郎